大家好,我是大胖 今天买了一个大肘子 这个肘子可是肉多个大 这是四斤的大肘子 今天咱做个糊皮肘子 咱先把这个猪肘子表皮给它烧一遍 不烧不行 不烧的话会有皮筋味 而且还有毛根的 再用钢子球 把这肘子表面 这些烧焦的部位给它大磨干净 好嘞,整干净喽 好的肘子下锅焯水 巨星三斤套 葱姜 料酒 开锅喽 把这浮沫给它打出去 然后盖上锅盖 就这样煮 煮半个小时 把它煮肘子煮断生 时间到喽 把肘子给它盛出来 大的 哎呀 用这个签子 把这表面给扎上小孔 来上一点老抽 把这个表面给它抹上一层 再来点白醋 再来点白醋 这表面呢也要给它抹上一层白醋 表面呢再来点盐 给它按摩一下 起锅倒油 油温七成热下肘子 把这糊 看见没 虎皮炸出来了 肘子炸好了 再给它捞出来 放到水里 给它泡一会儿 把表皮给它泡熟虎皮 锅里留地油 加入咱们准备好的锁料 炒出所调的香味 加水 肘子下锅 来点生抽调味 再来点蚝油 老抽呢 来上一点上色 红薰米 来上一些 来一点鸡精 再来一点盐 看我蛇行走味 盖上锅盖 肘子想要好吃 炖在一会儿后 一定要到位 最起码啊 两小时 这是炖了将近两个小时 热腾腾的虎皮大肘子出锅了 然后把肘子炸出来 然后把肘子炖成大大的小块儿 开吃了 大肘子 来点蒜 吃肉 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嗯 这肘子皮好吃 还肘子皮香 尤其这个皮吃起来很是Q弹啊 肘子是真香 肘子是真香 嗯 嗯 不耐 这不爱吃皮的感觉 嗯 就是皮啊 皮香 这虎皮肘子 银魂全在皮上的 好 好